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其实会有蛮多人 我觉得会开始给您贴一个表情 就特别是您对于飞鸿 或者对马朵那机枪 你总愿意谈论那几个人 我觉得这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如果你不谈论这个节目 非常成功的部分 你总是说它被误解的部分 你是不公平对于的事情 你也被误解过 难道你没有被误解过吗 然后你知道被误解什么感觉 然后大家会意识到他们都在胡说八道 只不过是因为大家在这个时代 所有骂人的话大家喜欢听 大家不喜欢赞扬 不喜欢理解 不是我面对表情的问题 是所有人都面对表情的问题 这就是所有讨论都变得极端化 现在的年轻人跟你们那时候的年轻人 其实有发生改变吗 整体来讲变得更盲从了 因为也不赖年轻人 是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 整体社会环境更单调了 几十年万人见过 大家对金钱对地位 对标签看得这么重 是因为你自由精神的死亡 你不相信用自己的方式 可以应对世界 你胆怯 弄个蓝件 不好意思 来了 你有没有觉得 你现在活在另外一种 虚幻中 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 需要某种illusion人生中 需要某种幻象 如果人生 对 如果没有illusion人生 就会变得非常的dry 非常的干燥 许志远主要是来宣传 他的梁启超传记 但是许志远 写起传记来 真的能客观吗 他说因为你无法 动习到日常生活之美 就是精英动魄 所以你要不断地逃往远方 他们写动 你为什么要自己屠杀 就是我说也是这样 当然为自己 开心了写动 写做节目也一样 我希望独生去抓 他是个戏 他是个舞台 那其实我想知道 您觉得 深圳的人 会喜欢这种城市吗 不知道 我觉得一个好的 社会一个好的城市 都是每个人 可以找到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而且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 那他们自己去寻找 我没那么关心 他们整体需要什么东西 那你喜欢新的这个城市 喜欢呢 为什么喜欢 冬天很暖和 这还不足够的理由 我一想都是城市开书店 那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开个单向空间 如果你要问我对许志远 还有偏见吗 我会说 还有 但是这样近距离地接触一个 高挂在热搜上的人 哪怕短暂 也始终有他的意义所在 那些被塑造的遥远和魔幻 像沉雾 裹着的 是他那颗粗粒又温柔 但始终不肯向世界悔改的心 好看 徐老师 我不至于被徐老师骂 我不至于被徐老师嘲讽 好 去下班 三个小时 后来 什么感受 好难啊 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会徐老师嘲讽啊 我不至于被徐老师骂 我不至于被徐老师嘲讽 好疯 我又是垃圾 我又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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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配